民眾黨主席柯文哲26號在臉書發文 指出前瞻計畫在各縣市的軌道建設 進入興建高峰期 但對全台的軌道建設沒有定出優先順序 壓垮地方財政 讓前瞻變成前瞻 柯文哲27號又在民眾黨內部會議 進一步說明 就超過營造廠的能量 所以全部流標 後來流標又想說 是不是錢不夠再加 問題是沒有用 你給他加一倍的錢 他還是通不下 說前瞻計畫五千億的軌道建設 五千億都有地方政府負擔 這個是錯誤訊息 前瞻計畫又不是用在 中央政府的口袋 是用在每個縣市的建設 大家看得到這些建設的成果 對於柯文哲的發言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27號也召開記者會 提出回應與質疑 你認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裡面 真的是一群強盜在搶錢 請你告訴我們 是什麼狀況之下搶錢 那你認為軌道建設 要有分先後次序 那請你告訴我 哪個是先 哪個是後 劉士芳指出 如果柯文哲認為 軌道建設要有先後順序 請說明誰先誰後 這樣可以讓地方或中央的民代 做好監督的角色 不會讓人民覺得 這些錢是浪費 納稅錢用在不應該用的地方上 新唐人雅的電視 高劍倫姚漢宇 綜合報導 做好監督的角色 那這裡 拍攝 幾百分數 拍攝 拍攝